那些大马冠的冠军 就他们特别走 小球漂亮 乱打一切 运动员呢 就很难就是 就是到达他们的一种 就是竞技状态 可是如果说实力上面来说 还是蔡英和傅爱峰强很多 因为毕竟这是表演赛 希望他们就是能玩出 就是不一样的羽毛球的花样 这场比赛不会打两个小时吧 有可能 我觉得现在林丹和李宗伟 因为他们的装束 真的是太随意了 感觉这两个人真的是 还是要多拍 就多打一些 这场上好像就是 双方都是左右手的搭档 看一下林丹那个 比如双方呢 你说输也不是 赢也不是 赢也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我觉得跟项目外 包括你是哪国的运动员 有特别大的关系 他是一种 打到这个阶段 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体现 不光是一个竞技能力 我这一点就比较欣赏那些 打网球的国际元老赛的那些 大满冠的冠军 就他们特别懂得 希望他们能够也有这种境界吧 这种比赛打得多了 可能慢慢就更会打了 就觉得还是要多打 对对对 还是要多打 多有这种赞助商愿意 付出让他们来考虑到 那个什么的话 可能蔡云和傅海峰 他们的压力会更大一点 因为毕竟 传奇的对手吧 在场上应该说是 既有竞争又有合作 这种场面是非常少有的 对 这种场面也是并不多见 我觉得如果说逃回来了 更好看了 加上盖德 加上陈龙 如果是把盖德也请来 真是就是四大天王凑齐了 其实就是 你看那这个双打的运动员 他们在场上 两个人之间的 这种相互的补位 就特别的多 就基本上两个人 都是在运动的过程中 但是单打的运动员 就是基本上是 不过这个李宗伟 好像在这种 国际比赛中 打双打的机会 还真是很少 至少我们 是没什么太多机会 看的 没什么大货 对 因为不像国内比赛 如果是团体赛 像八一队 八单 你当然就会 我说 尖一个双打 你看这表演赛的特点出来了 看看连续进攻 到底有多少拍 双方都没有 既然他有兴趣 在娱乐圈里发展 这今天是一个 很好的练习的机会 林丹基本上站在那儿 就是李宗伟 你说你到那儿帮帮忙吧 给我在你们认识 之前是这么说的 还要看身体状况 今天这个比赛 虽然是 蔡云和李宗伟 百分和林丹 这时候 真打的成分 就会多很多 对 还这样打 他们也会觉得 就是没多大的意思 对 就是你说的 这赢也不是 说也不是 有人专门给李宗伟加油的 其实对于李宗伟来说 这种场上的局面 确实是比较少有 因为在国家队里 我想平常 包括咱们三打三 就是你说的 队内的交流是经常有的 对 单打和 因为在国家队里的 在国家队里的 实际上是 非常不够 我 对的 我aggi 还好 对的 海风力量确实非常大 爆发力好 节奏突然变到了女双的节奏 这特别慢 拉了高远 看看拉高远的技术 偷袭一板 又开始了 反正是打两个人中间 跳过了这个球 这也算是假动作中的一种 本来是准备迎接一个高球 是准备的 你先一个人打着 我没办法 故意慢一点换 表演真了 对方也别打太狠 对对对 等着等着 回来接着打 对方也别打开 要求是弱点的准确度 双打的差球是要快和狠 呵呵 这排球非常有蓝性 好球漂亮 漂亮 乱打一切 打了两个人在中间 这样是21比19 李宗伟和 编曲 继续 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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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